过采样SigmaΔAD 我们说传统的高精度的AD转换器 比如说Flash,主次BG,流水线结构 都是以器件的高精度和电路的复杂性为代价来实现 较高的一个分辨率 我们说在CMOS的工艺中 电容的匹配精度一般是在10bit到12bit之间 那我们直接设计这些传统结构的AD 那也只能实现10bit到12bit之间的一个分辨率 那如果加入一些复杂的修条以及校准技术 我们可以将这些分辨率提高到16bit 甚至是18bit的分辨率 但是当在一些工业控制和高精度测量的场合里 我们需要AD的分辨率超过20bit 甚至达到24bit的时候 这种修条无缘器件的技术就不再适用 那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一个过采样的Sigma Delta AD 来实现超高精度的分辨率输出 那第二个方面是为了防止混叠噪声的一个影响 我们通常需要在AD的前端加入一个抗混叠的滤波器 来滤出混叠噪声 以及环境噪声和信号带外的其他噪声 那这个抗混叠滤波器的设计也增加了对设计和工艺的一个要求 那随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和工艺的发展 使得这个芯片的电源电压进一步的下降 那对于0.18微米工艺来说 它的电源电压是1.8伏 那对于0.13微米工艺和90纳米工艺 这时候的电源电压就下降到了1.2伏 那电源电压的下降 使得我信号的输出百伏也相应的下降 信号的输出百伏下降 意味着信号的功率下降 那由于这个时候的噪声是没有变化的 在一些先进工艺里噪声甚至是增加的 那信号的功率下降 噪声的功率不变 甚至是上升了 那这时候模拟电路的信噪比就出现了恶化 那AD就无法实现一个更高分辨率的输出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提出了过采量的SigmaΔ的结构 那SigmaΔ它主要是利用过采量技术 以及噪声整形技术 对带内的量化噪声进行双重抑制 来提高机带内的信噪比 那信噪比的提高就可以使得AD达到很高的一个精度 就是基于基本结构的SigmaΔ AD都可以很容易的实现16比特以上的一个分辨率 最高的可以实现24比特的一个分辨率 而且过采量的SigmaΔ技术 它适用于目前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 因为它对器件的匹配性要求很低 也就是对无源的这些电容 以及有源的运算放大器 积分器的要求相对低 在这种相对低的要求下 它却能够实现很高精度的一个AD输出 那这也就意味着能够降低几层电路SigmaΔ设计的一个成本 那总结下来 就是说我们采用过采样的SigmaΔ调制技术 大大缓解了对前置抗混叠滤波器的一个性能要求 那SigmaΔ中的这个数字电路的比例 就相应的增加模拟电路的比例减小 那这就对模拟电路精度的要求 也相应的得到了降低 我们来看SigmaΔ转换器的一个基本结构 那它首先是包含一个前置的抗混叠滤波器 实际上这个抗混叠滤波器 可以集成在调制器当中 调制器SigmaΔ调制器 是SigmaΔ的核心部分 这部分是一个模拟电路 一般是由积分器组成 它主要完成输入信号的调制 输出脉冲密度的调制编码 也就是PDM编码 然后之后输入到数字抽取滤波器之中 由于我们SigmaΔ调制器使用了过采样 那这时候它的时钟频率 或者采样频率要远远大于信号的带宽 那为了在数字抽取滤波器的输出 实现一个耐克里斯特频率的输出 那我们这时候要把过采样频率降下来 那这时候就使用抽取滤波器 来实现一个抽取 把过采样的频率有可能是64倍 128倍降成2倍的信号带宽 实现一个耐克里斯特频率的输出 那另外一部分抽取滤波器的作用 它是滤出带外照声 那我们再详细讨论一下过采样技术 过采样技术是以远远高于耐克里斯特 采样频率的频率对模拟信号进行采样 那我们基于这个信号采样的量化定律 可以知道 如果这个输入信号的最小幅度 大于量化器的量化台阶 而且这个输入信号的幅度是随机分布的 那这个量化造声的总功率 它就是一个阐述和采样频率无关 是在0到2分之耐克里斯特频率的这个频带内 是均匀分布的 那由于这个量化造声的电频和采样频率是称反比 那我们提高采样频率就可以把这个量化造声摊频 而这时候基带是固定不变的 那这个时候就实际上就相当于减少了基带范围内的造声功率 从而提高了信号比 那从理论上来说 采样的频率越高 输出基带的量化造声功率也就越低 但实际上我们通常使用的过采样率 是比如说32、64、128、256 很少使用更高超过256倍的过采样率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这过采样率指的是采样频率和耐克里斯特 频率的比值 那我们来看不同采样频率下量化造声的一个分布示意图 那我们的采样频率远远大于基带频率的时候 这时候基带内的量化造声功率就会小很多 我们这一个next情况来进行采样 这边是它的量化功率 当我们有过采样来进行采样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的量化造声功率会摊平到整个带宽之内 甚至超出了带宽 那这个时候带内的造声功率就得到了有效的减小 那就可以提高这个Sigma Delta AD输出的信召比 那数字滤波器在Sigma Delta AD中主要完成两个任务 第一个是滤出信号带外的造声信号 那主要是调制器整形以后的量化造声信号 从而避免在降采样过程中混跌到这个信号带宽内 那第二个任务是将采样频率降至耐克里斯特频率来进行输出 从而完成一个魔术转化器的功能 那数字滤波器通常都是采用输状滤波器来实现的 那对于数字电污来说 功耗是接合采样频率的平方之成正比 那为了节省功耗 在设计中我们通常使用足几降采样的一个方式 这是因为如果采用一级的输状滤波器结构 容易造成这时候的滤波器的极速过高 硬件的开销过大 那同时又由于输状滤波器 它主带内的这个衰减不足 会存在着通带滚降较大 以及通带边缘信号失真的一些缺点 那在实际设计的时候 我们通常采用半带滤波器 和补偿滤波器极连的方式 来对以上这个缺点进行补偿 那比如说我们要实现一个32倍的降采样 就可以选用第一级输状滤波器 完成一个8倍的抽取 第二级半带滤波器 实现一个2倍的抽取 最后再用一个补偿滤波器 来实现一个2倍的抽取 那这样通过分级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降低数字滤波器的硬件开销 Sigma Delta调制器的基本结构 分成单环的调制器 多级的噪声整形调制器 以及多位量化器三种基本类型 那这个三种结构 各具有它们的优劣势 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 我们可以选择最优的结构 来进行这种设计 那这个图中这个是一个单阶的 单环的二阶调制器的结构 它主要包含了两个积分器 那多级的噪声整形结构 也称为MASH结构 它是由多个这个 低阶的调制器 并行输出和二层 那多位调制器的结构 就是在最后一集 使用了多位的一个量化器来完成一个高分辨率的输出 那我们再看 Sigma Delta调制器和它的整形技术 那我们以这个一阶的这个调制器来进行一个分析 那一阶的Sigma Delta调制器 它主要的部分就是包含一个积分器 有几个积分器 我们就认为这是几阶的Sigma Delta调制器 然后积分器输出到量化器 量化器的本质是一个比较器 它完成一个编码的一个过程 那调制器的输出会通过一个DA 形成反馈回到输入端 进行一个相减的一个认算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一阶Sigma Delta调制器的一个矿图 那在这个结构中它是一种反馈结构 我们调制器也分为前馈以及反馈结构 那在图中是一个反馈的结构 那这个B就为反馈系数 那这里采用的是一个Ebit的量化 因为如果我们采用多bit的量化的话 会使得这个相应的DA要使用多bit的DA 那就会出现非线性的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特殊的算法来进行校正 那在后面会继续讨论 那所以通常的Sigma Delta调制器 我们都是采用Ebit的一个量化 那这个量化器 刚才说了是一个比较器 也是一个过零的比较器 它这个对器件的特性要求并不高 但老林就说在输入端 这个Sigma Delta 它主要是对过采样 食欲的离散信号和反馈的信号 之差进行一个积分 然后这个最终的输出信号 经过调制器后 输出一个Ebit的脉冲密度的调制编码 这就是一个一阶调制器的 基本工作原理和矿图 那我们来讨论这个 一阶Sigma Delta调制器 它的一个传输函数 那我们根据这个矿图 可以很容易列出 它在Z域的一个传输函数 是等于E-Z-1 分之A-Z的-1次关 那这时候我们假定 这时候的量化造声为累加造声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一阶Sigma Delta调制器的传输函数 可以表示成 Z的负义次关乘以XZ 加上E-Z的负值 扩号乘以E的Z 那从这个式子可以得到 我们说Sigma Delta调制器对输入信号XZ 它是一个无失真的传输 而对这个量化造声EZ来说 它是一个以一阶差分的形式来进行传输 那从频率上我们来看 它其实就是一个高通滤波 那或者说是Sigma Delta调制器 将量化造声从基带内 搬移到了基带外的更高频段 那这个技术就称为造声整形技术 那过采样Sigma Delta AD转换器 这是通过对这个输入信号 在前端进行过采样 以及造声整形处理 使得这个电路的输出码流 在基带能够达到系统所要求的一个性造比 我们来看Sigma Delta调制器的一个性造比 我们对于一个L接的Sigma Delta调制器 当输入为正选信号的时候 它输出信号的最大性造比 可以表示成以下这个公式 我们这个公式能看到 这时候的最大性造比和调制器的接数 过采样率都是相关的 那这时候的OSR过采样率 我们说过就是定义为过采样频率 和耐克里斯特采样频率的一个比值 通过这个我们设OSR等于2的R次方 我们可以表示成这个最大性造比的一个公式 那从这个过采样率 OSR对性造比SNR的一个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在公益允许的范围内 我们每提高一倍的采样频率 这个时候Sigma对它的调制器 带内输出的信造比大约会提高 3乘以2L加1个DB 那在过采样率一定的情况下 这个调制器的接数越高 那它的信造比也就越高 那我们说单独的这个过采样率 也不是一味的增加 那通常我们就只会使用小于等于256倍的过采样率 来进行设计 这是因为采用过高的过采样率 会对器件的工作速度要求很高 这个工艺上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那所以我们为了提高性造比 主要是集中在研究高阶的Sigma德塔调制器 以及多比特量化的调制器的结构当中 而不是通过简单的提高过采样率 来提高Sigma德塔调制器的信造比 那我们再来看二阶Sigma德塔调制器的矿图 二阶Sigma德塔调制器和一阶的Sigma德塔调制器的区别 就在于它包含了两个积分器 这也是一种反馈的结构 除了两个积分器以外 也是一个过零的比较器构成的一个量化器 那由于二阶的调制器由于阶数增加 它造成整形的效果在相同的呈样评约条件下 会比一阶Sigma德塔调制器要好得多 而且它这个输出基带内的信造比也会大 之前我们讨论了根据信造比的公式来说 阶数越高它的输出信造比越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二阶反馈型的Sigma德塔调制器的MATLAB里面 Simulink的模型 那它主要有两个积分器 一个指的ADC DAC 这个其实是把量化器和DAC整合成了一个模块 以及这个反馈的环路组成 那我们看下面这个图 是这个Sigma德塔调制器的输入信号 以及输出的脉冲密度调制编码 那这个PDM编码需要经过数字滤波器降采样 才能转化为标准的二进士码的输出 那这个是一个典型的Sigma德塔调制器的 或者说是Sigma德塔AD的一个输出频谱 我们可以看到低频的噪声频谱都被搬移到了高频段 带内的噪声被压得非常低 所以就提高了整体的输出信造比 那么再来说我们讨论了一阶和二阶的Sigma德塔调制器 我们再来分析高阶的Sigma德塔调制器 高阶的Sigma德塔调制器 通常指的是单阶的高阶Sigma德塔调制器 高阶Sigma德塔调制器 也就是指的大于等于3的时候结束 那它最主要的问题是会出现一个稳定性的问题 那之前的研究都表明 一阶和二阶Sigma德塔调制器 它是无条件稳定的 但是一阶和二阶由于受限于阶数的限制 它很难实现一个高精度的AD转化输出 那我们又不能无限制的提高过采样率 那所以我们就需要使用更高阶数 比如说三阶或者是四阶的Sigma德塔调制器的结构 但是三阶以及三阶以上的Sigma德塔调制器 在使用Ebit量化器的时候 它是有条件稳定的 也就是会出现一定的稳定性问题 限制了输入信号的输入百幅 那单阶的高阶Sigma德塔调制器 主要分成这个反馈型和前馈型两种 反馈型是每一阶积分器的输出 都是需要和最终的输出进行作差 那前馈型就相当于每一个积分器的输出 都输出到最后端和实现一个相加 然后再由量化器进行处理 那相对于单阶的结构 就有一种叫做极连的Sigma德塔调制器结构 也称为MASH结构 那就是为了克服这个高阶Sigma德塔调制器 不稳定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才用这个极连的结构来实现 那由于这个一阶和二阶Sigma德塔调制器 它结构是非常成熟 而且是无条件稳定的 那所以我们这个高阶的极连型的Sigma德塔调制器 就可以用一阶或者是二阶调制器 极连的方式来构成 那这样每一极 每一个极都是保持无条件稳定的 也就可以实现一个高阶的造成整形 那这个是一个二阶级连的MASH的结构 就是第一极是一个二阶的Sigma德塔调制器 第二极是一个一阶的Sigma德塔调制器 我们将这两个Sigma德塔调制器 那极连结构的最大问题就在于 各级之间它会存在一个 争议适配的一个效应 也就是图中的这个争议 Y1和Y2之间会出现适配 那微小的争议适配 就会使得各级之间的量化造成 无法抵消 从而造成这个造成泄漏的问题 使得AD的信号比大幅度下降 那因此这个极连结构通常是用在一些 比较特殊的应用当中 那我们来看不同接触调制器的 这个造成的一个传输函数 那图中给出了这个无造成整形 一阶造成整形 二阶造成整形 三阶造成整形 Sigma德塔调制器造成传输函数的 一个扶屏相应特性 那和一阶Sigma德塔调制相比 二阶Sigma德塔调制器的造成 传输函数降低频内的量化造成 进一步的进行的压缩 而对高频内的量化造成 进行了进一步的放大 也就是说把量化造成 进一步推向更高频 那这种随着接数的增加 这种效应越加明显 也就是说我们在一定输入信号的幅度下 可以获得更高的一个输出性造比 那为了提高动态范围 我们在一定的过采样率下 我们可以通过增加调制器的接数 来提高动态范围 然后在实际中通过提高接数 来提高动态范围的方法 在实际中会受到调制器结构的限制 也就是会在这个单环高阶的调制器 接数中引发这个稳定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少使用三阶或者是三阶以上的调制器的结构 那由于在MASH结构中 这个多阶的输出造成适配 也会造成动态范围的一个显著下降 那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 那我们可以选择多位的量化器结构 来提高动态范围 那这也就成为了另一种合适的结构选择 那多位量化器的它主要优点就包括了 就是多位量化器使得这个量化的不长减小 带内的误差的造成功率比一位量化时候也大为下降 那理论上分析就是说量化位数每增加一位 带内的误差造成功率会降低6dB 也就意味着调制器的动态范围会增加6dB 那多位量化的调制器 这个比一位量化器具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线性度 因此我们说有非线性效应引起的空险造成 也会被大幅度的压制 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在多位量化器中 这个实际的加性白造成的模型 毕竟也比一位量化器手更加准确 那第四个方面就是说 在同样的环路滤波器的结构中 我们说SigmaΔ调制器 它都是基于一定的环路滤波器 来实现设计的 也是基于比如说 Badworth或者气比雪尔夫 这一类的环路滤波器来设计 是调制器的存储函数 以及它的噪声存储函数 那高阶的多位量化的调制器 通常比一位量化器具有更好的一个稳定性 那因此就是多位量化器可以使调制器的信造比 更逼近理论值 而且在一定的动态范围内 多位量化器可以采用更低的过采样比 和更低的调制器结束 那也就意味着在我们的应用中 可以使用更低的时钟频率 和更少的积分器数量 来达到设计目标 这样就可以降低了整体SigmaΔ调制器的功耗 那因此在一些低功耗设计中 多位量化的Sigma的调制器 是一种更优的选择 那多位量化的调制器 也具有它自身的一些缺点 需要在设计中进行克服 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那就是首先是多位量化调制器 需要多个比较器进行量化器来使用 那这时候模拟电路规模会更大 设计也会更加的复杂 那多位量化器的调制器 需要引入多位的DAC 来进行模拟反馈信号的一个重构 那多位DAC就意味着 它们之间的反馈电容 会存在一个器件适配的问题 会造成DAC的非线性误差 那这些非线性误差 就会直接注入到反馈的环路中 并进入到调制器的输入端 由于这个 非线性这些误差信号是没有经过 环路的造成整形的 那它所以它会急剧降低 SigmaΔ调制器的性造比 那所以因此整体多位量化 调制器的线性度受限于 多位DAC的一个线性度 那所以我们这时候需要对DAC的 非线性进行矫正 否则这时候调制器的动态范围 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在健康里面中的修匙 对DAC的缴建认 对DAC的缴建认 有 Sanct值的重量 对DAC的缴建认 对DAC的缴建认